北韓近日动作频频不但将南韩 界定为敌对交战国 宣布正式转变对韩路线后 时隔10天又再发射导弹 威吓南韩 更把象征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 原地拆除 位在平壤南郊的这座纪念塔 是一两位穿着传统服饰的妇女 联手举起刻有朝鲜半岛地形图的盾牌 于2001年时落成 但经过卫星云图比对 拆除残留痕迹已经消失 南韩统一部也已确认拆除是事实 早在一个礼拜前 金正恩就已公开表示 要彻底消除南北韩统一和解和同族的概念 更指称该纪念碑是眼中钉 必定要拆除 甚至更将要求明文言禁 北韩民众使用三千里 锦绣江山八千万同胞等 误导两韩为同族的词汇 有专家指出考量到金正恩喜欢制造国际不安 就像今年美国举行大选 南韩也有议会选举 北韩一连串无力挑衅 放话针对 或许就是想再博得关注 拿下国际话语权 在新闻黄泉业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